这条靓女依靠背部力量将汽车推下悬崖 而车里还有驼位满18的小屁海 随着靓女使出了吃奶的洪荒之力 下一秒汽车就很顺脚往下坠落 靓女西施为何要对儿子下如此毒手呢 故事还要从前天的昨天说起 西施好嗨兴奋开着刚买的九手汽车 准备去西伯利亚买两杯奶茶来吃 却无意间发现丈夫在外偷吃的小食品 搞得气愤的西施非常的气愤 于是她一个地板由开始急速狂奔 准备去找丈夫嗨老当面质问并说清楚 谁料导航播报高速公路上发生特大交通事故 需要三五个钟头后才可以恢复通车 在评论区输入不要伤心 就可以触发神奇的特效偶 西施无奈之下只能选择一条毫无人烟的山路 没想到却因此发生了毁灭性的意外 半路上汽车貌似撞到了一头性感 不如其来的意外将嗨仔给吓得微挖鬼叫 西施只能暂时先将菠萝手机给儿子玩 自己则独自下车查看情况 看着鲜血直流的野猪 西施想将其拖拽出来却迟迟不敢下手 而车上的嗨仔正好还认真玩着手机 却意外启动了汽车的防盗系统 汽车一瞬间就被上了十几几道锁 并且这辆汽车是顶级的防盗级别 等西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迟了 用尽了三七八种办法也无法打开车门 冷静下来他尝试跟嗨仔沟通 教导儿子如何才能关闭防盗系统 可嗨仔除了会打游戏什么也不会 不小心没拿吻让手机掉到桌子底下 搞得绝望的西施见此好嗨的绝望 在这荒原事工里毫无人烟的 下一秒西施拿起一块三五百斤重的石头 大大力的砸车窗玻璃却闻似不动 寒夏的嗨仔差点没憋住同一样 看着不远处亮着灯的几栋野外别墅 西施几手几脚小跑步去查看 来到房间里却忙有见到丁点鱼 就连电话也已经欠费了两毛钱 他开始在房间里东翻西找 意外找到一把手电筒跟42码的扳手 下一秒西施抄起扳手开始猛杂车窗玻璃 依旧根本就毫无调用的 搞得西施精疲又力尽了 他躺在汽车上很快就沉沉睡了过去 等西施再次醒来已经是次日中午 温度也急促飙升到了三五十度 此时嗨仔在车里被热得满脸通红 车内的温度还在急促飙升 汽车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烤箱 站在车外的西施只能眼睁睁看着 嗨仔的情绪也开始变得烦躁不已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不出一天就会被烤成了老腊肉 为了尽快将儿子解救出来 西施再次踏上了寻找支援的道路 未满十八的小屁孩被困在汽车内 此时西施也被炙热的阳光唤醒 荒漠的温度最高可达40度以上 车里的嗨仔已经被炙烤得面红而至 西施用尽了所有办法也无法打开车门 车窗玻璃也是防弹级别的 为了尽快救出车里的儿子 西施先用衣服遮挡住车窗玻璃 让车里的温度上升的不会那么快 紧接着他就踏上了寻找支援的道路 可在这荒无人烟的荒漠里根本无人影 西施就这么漫无目的走了半个钟头 幸运的是让他发现了一条有水的河流 就这么吃饱喝足之后继续往前走呀走 意外发现了一辆没人要的飞机 西施来到飞机上东找西找的 只找到一个水桶看上去还有点热 他拿着水桶闪现到河边打满了水 提着水桶就急急脚往回赶去 对着车窗不断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见到嗨仔在车内已经毫无反应 为了降低车内温度 西施将水洒在车上 可以捅水下去作用并不是很大 过了一会车内的温度再次急速飙升 汽车降温系统启动风扇被自动打开 很快车内的温度开始有所下降 下一秒西施想到了一个决绝 他点燃老树枝制造出不要钱的烟雾 想利用烟雾打开汽车的报警系统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报警系统没被启动 反而关掉了风扇 西施见此急忙将火给浇灭 没了风扇车内的温度再次飙升 无奈之下他又拿起了大扳手 对着车窗玻璃大大力砸了又砸 就这样砸了三五十下 车上就连一个小凹坑都没有 就在这时的这时 车内的嗨仔突然动了两下下 看来他现在还是个火的 就在西施兴奋到了脚底之时 突然急冲冲跑过来一只野狼 西施急忙一个翻滚躲在了车底下 还是被野狼给大大口咬了一口 痛得他真的好痛好痛 好在野狼更喜欢那头被撞死的野猪 西施急忙大大力将野猪推出去 谁料汽车没了阻力开始后退 急忙翻滚出来后用力顶住汽车 用尽了洪荒之力才让汽车停下 当西施看到眼前深不见底的悬崖 心中突然想到一个胆大大的想法 他要将汽车跟嗨仔一起推下悬崖 小男孩被困在汽车里整整一天两夜 荒漠里的温度最少也有三五十度的 无论西施用什么办法也无法打开车门 车窗玻璃更是用了防弹级别的 可怕的是还出现一头会吃人的野狼 西施控制住内心的恐惧大不上前 想要跟野狼来一场没完没了的翻调 在一番激烈的口舌较量之下 就已经很明显感到野狼有点怂了 他知道自己肯定是打不过猫毛虎的 然后就屁颠屁颠急急脚离开 眼看车里的嗨仔马上就不行了 西施突然想到一个胆大大的想法 下一秒他就用弘慌之力推着汽车 想要将汽车推下万米悬崖 随着西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汽车失去支撑后开始往悬崖下坠落 而此时汽车自动保护装置瞬间才激活 安全气囊被打开并激活了安全保护装置 随着一声巨响后汽车重重落地 西施跌跌撞撞连滚带爬闪现到悬崖底部 没想到汽车依旧完好无损了 给他做了一系列的降温处理 就在这时汽车的系统又重新启动 西施上车后发现汽车还可以正常使用 一个地板油就开始急速狂奔 可开出还不到二里地就没有了路 眼前的陡坡差不多接近90度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往天冲 西施急忙开启了死亡爬坡模式 车身慢慢升高强大的马力瞬间被击火 一个地板油就往着斜坡不断往前 这他瞄得实在太猛了吧 就连500斤的大石头都被撞得稀巴烂 经过一番祖传的骚操作之后 汽车终于爬上了悬崖回到了公路上 马上就朝着三甲医院的方向狂奔 母子二人才因此妥妥逃过了一劫 如果有一辆如此智能的汽车 你想不想买一辆来体验体验吗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